最近有一事特火 一辆价值23000元的摩托车 通过一场司法竞拍 竟然拍卖到303万元 按照竞拍规则 这位竞拍人应当在10天之内 向人民法院交纳303万元的执行款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位竞拍人大概率不会去交这个钱 这样一来 他可就谈上事了 因为他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 相关的司法解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 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5条 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差价 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佣金 由原买售人承担 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从其预交的保证金中扣除 扣除后保证金有剩余的应当退还原买售人 保证金数额不足的可以责令原买售人补交 拒不补交的强制执行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说这位竞拍人没有交债303万元 法院又举行了第二次竞拍活动 而这次呢 这辆车只是被拍卖到了33万元 那么中间这270万元的假差 由谁来买单呢 一定是这位原竞拍人 如果他不出这个钱 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甚至认为他妨碍司法活动 可以进行拘留 司法竞拍呀 是非常严肃的一件司法行为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而为之的 我们交了一个保证金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出价去竞拍 有一天我们又觉得不合适 就不要了 这样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这里呢 我希望这位竞拍人 已经交纳了303万的全款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电视机箱的观众朋友 法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更应该做一个遵法和守法的公民 拥有两套房产的年迈老人 为何落得无房养老的地步 两套房 一人占了一套 把所给我换了 把门撬了 曾经和睦的祖孙亲情 如今为何冷漠至此 他一天要出80年 他就起老拜老我跟你说 我问他又出什么要什么的 价值百万的房产 竟被亲人无理强占 这老人以后要这样的 还怎么活没活路呢 冷漠的亲情 祸切的养老需求 他的诉求最终能否达成 老太太完全有权利按照法律的规定 起诉小孙子和她的母亲排除妄案 要求她登房 直击现场为你而叹 房产纠纷 律师请就位 2010年张先生岳母的房子被拆迁 分得了两套回迁房 一套是公租房 一套是产权房 原本计划着让老太太有住的地方 有个独立的工具 便于养老 然而本打算用来养老的房子 却无法入住 两套房 一人占了一套 大尊子跟他妈去了 把锁给我换了 下边是这个媳妇 把门撬了 换了锁了 无房可住的赵女士 身心备受煎熬 气泊老了 没能力了 不还照顾老人吗 怎么照顾老人呢 这老人以后又这样的 还怎么活没活路呢 面对这样的残局 赵女士忍无可忍 于是她决定委托女婿张先生 找到节目组 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律师请就位 法律服务送到家 一起来认识一下 为赵女士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 是哪一位 本期外太律师 刘长云 北京大学法学专业 律师职业十余年 擅长领域 民商事案件代理 刑事辩护 尤其在各类房产纠纷 商事合同纠纷方面 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 张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 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的诉求就是 老太年龄大了 把那想法第二十年度的 给予他的生活 那您有什么材料 需要交给我们的 材料您看看 材料都在这儿呢 有皮合同 这个安置的房子 是现房还是七房 七房 印象里三年吧 三年就交往了 对对对 那老太太 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 收拾当料似的 之前的应该在一春年 那春节吧 本案证据材料 已全部拿到手 案情已全部了解 律师牛长云已就位 实际现场为你而叹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律师入户 帮福类谱法节目 律师请就位 我是嘉玄 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两位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内场律师郑涛 擅长建民买房 商品房 房屋继承 建设工程合同等 房地产纠纷 在房地产领域 具有丰富的 法律实践经验 好的 欢迎我们两位律师 接下来有请 我们今天的当事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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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是吗 您好 您好 张先生好 今天是为了什么事 要求助栏目组呢 这个是 我这老孕母啊 这个分了有两套房 老儿子在我那住着 今天八十六了 想回去 有一套301 有一套半地下101 想主张 这个半地下的小儿子 那个儿媳妇 跟那小孙子在里边住 大孙子 他俩孙子 大孙子在楼上住 想看能不能有可能 说通过什么方法 让他们上去 给老太太腾出一个 完整的养老空间 将来雇保母啊 或者等等一系列 需要这么一个环境 您是等于是 代表您的岳母 岳母 对 我岳母 在这来咨询相关的 法律问题是吗 对 那您是她的几年 老大 大姑爷 那您岳母 有几个女儿 家里有几个孩子 三个 有四个 一个三个姑娘 一个儿子 死了 儿子死 儿子没有了 您岳父呢 岳父也没了 岳父也不在了 也不在了 等于家里老人 就是老岳母 老岳母一个人 今天八十六了 问一下 这两套房子 什么时候下来的 应该拿钥匙 已经在一年 不到两年吧 不到两年 不到两年 对对 那等于是说您岳母的这个房子 已经下来了 对 但是呢 她却住不进去 是吗 对住不进去 对 两边把房子都占了 老岳父也正经养老地都没有了 这么大岁数 身体也不怎么样 这么多年 被这两套房子的折磨 也是这个心里一直不痛快 老岳父年龄也大了 现在也折腾不起了 这件事我们也很着急 冷漠的亲情 无妨养老的岳母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律师请就位 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老太太分了几套房子是吗 都是老太太自己的房子吗 都是老太太名下的 它是拆迁给分的房子 对对对 就是说叫 这是叫微改 对 拆迁吧 微房改造 微房改造 好的 我们知道了 就是老太太名下 其实是有两套房子的 但是现在可能种种原因住不进去 对 所以必须得住在您家里 对 住我那 医生我那 对 有一年半了应该是 到春节就两年了 不到两年了 方便问一下吗 您的家里是个什么情况 我家里边是平房 三间平房 我这环境也相当恶劣 三间房二十多米 一共加一起 对对 一共是二十多平 二十多米 对 你们几个人住啊 二十多米 现在我们两口 加上老太太 就三口 那还是感觉 这个 还是不太方便的 极不方便 那其他几个女儿 是什么意思 其他女儿 人家都有个子 有个子的困难 那张先生 您岳母现在情况怎么样 多大年纪了 八十六六身体是 每况愈下 完了去年还弄了一串摇龙 疼得死去活来 就带装泡枕 带装泡枕 对对对 疫情的时候 跟我这犯了两回病 她这个前几年啊 患了一个 患了七关节可能是 现在走路很吃劲 而且老太太上厕所吧 还得走上好几百米 就是家里没有厕所 没有 我们平房 不是楼房 好 冬天也冷 老太太也受不了 冬天冷着呢 您岳母今年也是八十六岁了 那方便问一下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我也六十八九了 在我这我也感觉到 力不从心 前代心理状况就是 就得百分之百 得有人伺候 出门也走不了 这个二百米 就人家得扶着 上上楼也比较 就费劲 相见老头上医院 其实不过今儿这儿疼 今儿那儿不合适 对于岳母无妨养老 这件事情 张先生十分无奈 其实老太太跟着居住 已经一年多了 这如果再什么 对我们的生活 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也不方便 对于老太太 她自个儿也不方便 我们也不方便 儿子您刚才提到了 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 那儿子家那边 是什么情况 儿子家里边 儿子就是 他接了 他有一前妻 有一现在的妻子 各有一个孩子 所以现在就是 俩孩子一人站了一套 两个都是儿子 两个都是男孩 对 都是男孩 对 那等于说 现在这个房子 301是谁在住啊 301是老太太 大孙子在住 那刚才提到了 说分的这两套房子 其实它是 微房改造来的 它应该是 有拆迁的协议 在里面 对吗 有 它那个协议 是怎么写的呢 那我们也想 请两位律师 来帮助我们解读一下 看看是什么意思 你说那个 微房改造啊 是哪年呢 10年吧 10年 当时您说 这个户口 有在策人口 记载的有名字 对 当时我问你一下 谁的户口在里面 当时这个 这个有岳母岳父 还有那个小舅子 后来没的 当时他还在 完了还有他那个 还有我们两个小姨子 还有大孙子 对 老孙子 那实际上这个 微房改造 拆之前 有谁实际居住在里面呢 实际居住就是 岳父岳母 小舅子 还跟他这儿子 岳父岳母 儿子还有可能 还有这个儿媳妇 跟那个小孙子 您刚才提到 他结过两次婚 您说的这个 他的儿媳妇 儿子在那儿住 到底是第一任前妻 在那儿住 还是第二任妻子 第一 这个 没改的时候 第一跟第二 都在一块住 都在那屋里边 都在那屋里边 对 一共六个人 那我们能不能够认定 这六个人都是拆迁被安置人 是这样 根据当时这个拆迁协议记载啊 它的微房改造应该是 原地回迁置换 跟人口关系不大 但是呢 如果说 拆迁的安置房屋的同时呢 可能还有一定的货币 比如搬家奖励啊 还有相应的人头费啊 这些如果可能 还有部分拆迁款货币 这个是跟这里边人 是有关系的 房屋全署 可能是没关系的 但是有什么问题呢 还要强烈一点 这个房子 当时成租的时候 是谁的名字 就是微改这个房子 成租的时候是谁的名字 是岳母的名字 当时成租的时候 岳父岳母 是不是在婚姻期间 共存成租的呀 对 她是内燃机场宿舍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现在这个成租工房 微改变成了产权房 那么拆完以后 就是您所说的301 对 那安置完以后 是谁在里边居住 使用 安置完以后 就是 拿了钥匙之后 我们再装修 完了那个老太年大孙子 就强行把锁就换了 我们就没法去了 正感受我那边有病 得这个炮疹了 我是务能为力 到最后啊 都快要死了 光要上去没下去了 就就干这个 现在我这缓过来了 我好了 我就想回去住些 让他们给我盛住房来 那么大孙子是否享有 该房子的居住权呢 拥有两套房产的年迈老人 为何落得无房养老的地步 两套房 一人占了一套 把锁给我换了 把门敲了 面对岳母迫切的养老需求 她该何去何从 我也六十八九了 在我这我也感觉到力不从心 价值百万的房产 竟被亲人无理强占 这老人以后又这样的 还怎么活没活路呢 直击现场为你而叹 房产纠纷正在继续 民法典普及境万家 孤寡老人如何在家养老 安享晚年 根据民法典规定 对于担心自己丧失自理能力后 无人照料的老人 可以通过与他人签订 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 安排好自己今后的晚年生活 以解除后顾之忧 如果您需要这方面的帮助 请拨打节目热线 400-128-7119 我们的公益律师 将会为您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个情节还比较过你 毕竟是奶奶 也不打人招呼 就直接住进去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不妥当 咱们抛开法律 他有没有居住权利单说 但这个行为 我所以觉得作为晚辈的话 是很不应该的 咱们现在说这个法律关系 当时微方改造的时候 咱们先说这大三子 实际控制的房子这个人 当时他是在 以前那套房子 户在他有 而且在那实际居住 那么这犯完以后 按照现有的 司法实践当中处理方式 应该是应当保留 他的居住权的 虽然房屋产权 可能是林岳母 但是他有权 应该是应当认为 他有权居住 但是他也不能一个人 居住这一套房子 因为还有这么多人呢 现在我们既然涉及到 这个产权房的问题了 咱们现在刚才探讨了半天 都说的是居住 使用的问题 下一步 在这儿我还要说一下 这个产权的归属问题 虽然是这个房子 林岳母签的协议 认购的这个房子 但是呢 不代表林岳母 完全地享有 这套房屋的所有权 那如果其他的厉害关系人 包括以前房屋的 实际居住人 还有互可在策人口 向林岳母主张权利的话 可能还面临着 林岳母会给 那一些厉害关系人 一定的货币补偿 原来是在一开始计划 是让那大孙子住地下室 就那么安置了 老太太八二多了 让他赶上这次拆迁也不容易 想住几年大房子 然后当初他的意思是 想住在301 对 有跟那个大孙子沟通吗 有沟通 有沟通 但是那个 人也没说不让住 也让住 但是老太太说我没法住 回去看过一趟 这个东北都马延了 都站全站满了地方了 那您岳母的意思 愿意跟他的大孙子住在一起吗 就这个问题 我们也给他做过工作 老太太 我的岳母是不愿意 跟他在一块居住 为什么呢 这个他老太太孙子还得上班 他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照顾这老人 另外呢 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呢 我们老太太觉得 他也达不到 对于岳母的说法 张先生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老太太能回去呢 给老太太一独立的空间呢 老太太将来可以请保姆 要跟外人住的呢 也是老太太认为不方便 大孙子本身也照顾不了他 而且老太太也明白 他也没这个义务 双方都不肯让步 那么该如何打破这场僵局 老太太起诉了 老太太说 这个怎么这晚年 也给我一独立空间住 我不愿意跟他一块住 那现在判决结果有了吗 有了 法院是怎么判的 法院判了就是 让他这个大孙子住小间 老太太住大间 好像那一次 把客厅什么都腾出来 好的 这个是法院的判决结果 对对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判决结果 我们两位律师 手里面应该 已经有过这个资料了 这判决结果 能帮我们解读一下吗 好的 通过这个判决结果 我认为 医生法院对于事实上的认定 以及最后的判决结果上来说 还是比较公平的 首先通过这个判决 能够体现这两点 第一点 法院通过判决 认可了老太太 对301 具有居住权 并且要求大孙子 把其中的大间腾出来 包括客厅 来交由老太太居住 说明 这套房子 老太太有使用权 这没有问题 另外一点 从这个方向 也可以变相地得知 由于这个拆迁利益的问题 法院同时也认可了 大孙子 对该套房屋 也是有居住权 也是有属用权的 那也就是说 这套房屋不可能全部归于老太太一个人主张作用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老太太现在想自己要有一个独立的环境 完全一个独立的环境 自己占有一整套房屋 目前来看 可能很难实现 因为这个拆迁的人数太多了 安置的人数太多了 一个人一间房 都现在估计都很难实现这个目的 那更不用说一个人要分一套 可能现在显然是不太可能 那这个案子呢 首先 购房的买售人就是岳母 那么这个房屋全属 法院这下来 他也是岳母 这个法院肯定要把这个房子判给岳母所有 岳母所有以后呢 那么他应当给其他的厉害关系人 就是有利益的这些人 一定的货币补偿 补偿完了以后 这个房子就全部属于老太太了 就属于岳母了 他就可以自由处分了 当然这里边又涉及到居住问题 现在刚才张先生也说了 大孙子已经经法院判决 他有权居住 那么就算你老太太拿到全部所有权 那也不能让大孙子搬出去 除非你们可以协商 给大孙子应的后续补偿 你先搬走吧 为多少钱 这样的话那是可以的 否则的话 房屋全属虽然是老太太 但是大孙子还在这儿居住 所以当时您这个诉讼 因为没有产权证 只能是权宜之计 就是说 只能说确定居住权使用权 如果房产阵下来以后呢 老太太可以继续 打这官司 稀产继承纠纷 完了把这个房屋全属 全部确定下来 把大孙子的利益 该给他给 这样的话呢 老太太就可以完全自由处分了 把份额都明确了之后 明确以后 那得等到房产阵下来 法院才会彻底来处理 否则倒无法处理属于权 好的 法院也是给出了 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 说这个客厅还有主 可以给老太太住 那万一大孙子到时候 不愿意去给腾出那个房间来 就像张先生说的似的 家里摆了很多东西 甚至都下不去脚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还得问一下张先生 您说的这个判决是一审判决吗 一审 那现在有没有过上诉期 双方有没有任何一方上诉 没有 如果按照法律规定 如果说任何一方 收到一审判决以后 在15天之内 没有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 也相当于他认可这个判决了 那么判决就生效了 对 生效以后 任何一方接到判决 都应当按照判决上 记载的判决结果来履行 刚才主持人问的 那孙子说了 你爱怎么判怎么判 我还就这样 我就不疼 你也没 那我没办法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大孙子还是这样 屋子也不收拾 房子也不腾空 也不具备老人居住的条件 那老人可以拿着 身上判决书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会督促 大孙子来履行这个义务 如果还拒不履行的话 法院可以通过法警 来强制执行 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的 那我们这个301 这套产权房的情况 我们已经明晰了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101这个半地下室的房子 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房子 成租房 成租房你现在是谁在住着 成租房最近是他们 小那个 他那儿媳妇 跟那个小孙子在这边住 那是一套成租房 他知道吗 他知道 知道是成租房 对 我岳母交的这个暖气费 物业费 房费 就是电费没交 生意都给交了 好的 我们来请教一下律师 说这个成租房 它的出租方是谁呢 先说 北极市 咱们普遍的这个 咱们说的成租房 咱们叫成租工房 首先有 咱们目前基本上有三种 一种是 国管工房 就是说 房管局 出租给 这个贫困家庭 就住房有困难家庭 这种房子 像房管局 叫做进 也就是像政府 叫做进的 一种是 单位的自管工房 比如说 内人机场 或者什么 像像制品厂 那个有宿舍 盖了房子 后来房改的时候 有的人没买 那么就 一直住着 这单位的自管工房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张先生 张先生这种 房子被拆迁以后 安置了一个房子 没有产现这 完了由开发商 或者卫业公司 和居住人 或者被安置人 签订租赁合同 所以这三种方式呢 它的权利的救济途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说这个房子 虽然说 根据您的张先生 您的陈述 说这个陈租这个房子 是以前的 微房改造过来 得来的 但是目前 根据我们看的 这个拆迁协议 没有任何记载 那么我们 以书面的材料 认为 这个房子 陈座人士老太太 是您的岳母 所谓的费用 租金 也是岳母交的 那么这套房子的权利 应当归岳母享有 那101这套承租房 承租人应该是您岳母 对吧 但现在这套房子里面 住的是您岳母的 小孙子 还有她的母亲 为什么他们要住在那呢 他人没有了 他没这住 他就强行地住进去了 小儿媳和小孙子 强行住进 承租房的行为 令张先生表示 难以理解 如果他真正想住进去 跟家人 跟老太太进行协商 是完全可以的 他撬进去 已经入住一年多了 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他私自把锁撬了 到至今 我们大家 也是质疑的 也莫名其妙 而且况且他这个 户口本身又不在这里边 他说是从被安置 他也体验不出来 他被安置 好的 那即使是承租房 也应该有一个协议吧 那在当初您岳母去签字的时候 交钱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协议 或者合同吗 这个承租协议 开发商那已经有 物业也有 就没给到我们的 那您没有去问一下吗 为什么 没有 没有去问 因为什么是 路程也不进 我们也不便上这去 老太太跟我这住着 整天就离不开人 这个承租协议 其实没有给到当事人 就是张先生的岳母 说物业有一份 然后开发商有一份 这个合理吗 我觉得不合理 因为作为承租人 有权签署合同的同时 就有权得到这么一份合同 因为合同签署 是双方同等的权利义务 对吧 不能说你开发商有 你物业公司也有 难道说我们本人没有 这是不合理的 它应该有一份 或者说有可能 这个过程中间 是不是由于 它的流程的问题 还没有把这个协议 发到老太太手里 或者说还有 在这个过程中间 是不是有 其他的情况的存在 那这套承租房 承租人是您岳母 这个租金是怎么个交法 交了多少呢 租金是人家要求一次 一次交二十年的 一共不到十五万 十四万多 都是谁交的 都是我岳母交的 岳母自己交的 对 那对于这样两个人 在这儿居住的话 老太太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她就是想 这个三楼她上不去了 然后她想上地下室 她想让那个小 那个小孙子 跟那个儿媳妇 搬到三楼上去 她一人占一个独立空间 我又没有招了 怎么办呢 您说 两套房都我花的钱 一分钱都不给我 我这一直病着 去年十月份又把腿又摔了 我就想上半地下 让她给我腾出一间房来 我回去住去 我能还能见着 见见天 见见太阳 老太太想住到半地下室的心情 非常迫切 那么她到底能否如愿呢 那现在是碰到什么困难了吗 老太太儿媳妇 可能不愿意 种种原因她不愿意上去 她有跟那个您岳母交流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 她是窍锁进去的 窍锁进去的 对对对 不是人不知过 窍完锁老太太就病了 一病了一年 那什么时候知道她住在哪里 知道完了 后来窍完锁知道了 知道街坊四林 她就传过来了 有人去跟她沟通过吗 没没没没人 那现在想让她搬走 跟她谈过吗 这个孩子的姑姑 也就是我媳妇 根本就小姨子 可能是跟她沟通过 找过她让她上去 给老太太把地儿盛出来 盛出来给老太太 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 就是晚年吧 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她是 就不愿意上去吧 不愿意上去 可能是人家不合 还是怎么着 喂 你好 是吴女士吗 是的 赵叔叔 想我们给您沟通一下 这个房子的事 看能不能有一个 好的解决办法 行您说的 是这样 因为她这个地下室 她一个人有独立的空间 来住这个地下室 这套房子 让您去三楼去住些 是这个意思 真的不让我住那个 上去吵架 她又不是不知道 她知道这种情况 她要说住我 带去下来 我说我让她住 你来住吧 她又不跟我一块住 那就随便 她爱着怎么住 怎么住 她一天要都出八个主意 她就一老卖老 我跟你说 那就是说 您的意思就是说 她下来 跟你一块住 还也可以 你也可以照顾她 但是要您上去住 您就意思是 跟她那个孙子不合 没法一块住 是这意思吗 拥有两套房产的年迈老人 为何落得无房养老的地步 两套房 一人占了一套 把所给我换了 把门敲了 曾经和睦的祖孙亲情 如今为何冷漠至此 她一天要都出八个主意 她就一老卖老 我跟你说 我问她又出什么 要什么的 面对岳母迫切的养老需求 她该何去何从 我也六十八九了 在我这儿 我也感觉到力不从心 直击现场为你而叹 房产纠纷 正在继续 民法典普及敬万家 孤寡老人如何在家养老 安享晚年 根据民法典规定 对于担心自己丧失自理能力后 无人照料的老人 可以通过与他人签订 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 安排好自己今后的晚年生活 以解除后顾之忧 如果您需要这方面的帮助 请拨打节目热线 400-128-7119 我们的公益律师将会为您提供必要的帮助 那现在101里面住的呢 是小孙子 还有她的母亲 很明显 她对这个这套承租房来说 她是没有什么权利去主张的 但是她现在她就住在里头啊 然后呢老太太现在的意思是 也希望自己能够找个保姆 自己住的101去 那现在怎么办 人家又不挽走 是这样的 无论是这个小儿子和她的母亲 对于101有没有权利 刚才这个 刚才我们也表述了 就是在通过这个拆迁协议 现在通过这个来看 是不能够直接反映出来 这个101的承租房 与这次拆迁是有直接的关联的 那么即使没有关联 或者有关联的前提下 本个拆迁这个101的承租房的 承租人是老太太 并且租金也是老太太交的 老太太作为这条承租房的 合法使用人 她是有权利的 那么你作为101的实际战友人 在你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 你就私自的把这套房子给侵占了 你明显是侵占了老太太的权利 那么你就应该把这套房子腾出来 如果说老太太同意 让你陪同他一起住 那固然没有问题 如果说老太太不同意 你陪他一起住 那么你就应当搬离这套房屋 如果说你不搬走 那么老太太完全有权利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他们腾房 好 我知道了 他肯定是有这方面的权利 可以去主张让他们赶紧搬出来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时候电视机前 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看到了 近期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说 就是住在别人的家里头 但是他就不搬出去 还有很多的老赖 他就是在屋里面 你去敲门也好 法院的去了 公安的去了 我就是不开门 万一 我们说万一 我们本案也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了 我就是不搬走 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吗 出现了这种情况 不用担心 因为为什么呢 法律之所以赋予了你有权利要求他腾房 那么法律最后也会赋予他强制的执行力 比如说如果说咱们通过调解的方式 或者说通过谈判的方式 他依然不搬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进行到诉讼 那么在诉讼的过程中间 法官通过双方的表达认可了你的事实 认可了你要求他腾房的这个依据 那么他就应当腾房 那如果说他拒不履行法院的判决 那么你可以拿着判决书 去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强制执行的过程中间呢 就可以采用强制的手段 将他占有的这套房屋腾空来交付于你 好的 这个江先生这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律师吗 我就想什么呀 就是还有点住我上三楼 三楼条件会比地压室更强 只不过老太太上不去了 这不是说 您还是希望能够在家庭内部 调理好 是吧 尽量不诉讼 你们搬到楼上去了 他在住楼下 并不是说让他搬住他没地住 有点住 明白 不是让不是把他赶出去 只是想让他换一个地方去住 对对 好理解您的意思 两位律师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律师合议环节 现在咱们没有把握确认这个承租房 就是和这个山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说按照咱们的正常逻辑来推理 他既然置换了有一套房 那按照肯定来说 或者按照政策来说 他就不可能再承担取得一套承租房 是吧 所以说他现在有两套房子 那是不是考虑到就是基于这种 住房比较困难的这个情形 给他又承租了一套这样的房子 所以说呢 我认为像您刚才说的 有判决 那个301已经支持他有居住权了 是吧 您回头再去主张 说是这个101 我还要居住这个房子 那可能是你的权利 对 您都有居住权 那其他人怎么办啊 是吧 还是已经能充钱了 嗯 就去你看 先行上吧 行上不同的情况 好的 欢迎两位律师回来 现在律师的建议呢 就在我身旁的宝箱里 让我们开启宝箱 律师建议书 好的 两位律师也能帮我们解读一下 好吗 嗯 至于刚才这个张先生所述的您岳母的这个101 办地下室的这套房屋啊 现在是由于他的那个小小孙子和的那个儿媳妇 在那儿强行居住着啊 如果说能够通过协商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更好一家人和和睦睦 如果说处理不好 老太太完全有权利按照法律的规定 起诉小儿小孙子和他的母亲 排除妄案要求他登房 现在生肖判决已经判了 说老太太 享有三楼产权房的居住的权利 那么现在呢 老太太你又主张 一楼地下室整套房屋的权利 那么法院有可能认为你的权利太多了 别人的权利就没法保护了 有可能您的诉求还有达不到法院的认可支持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案子呀 您还是需要跟现在地下室的这个小孙子 还有他母亲商量 尽量让他住到三楼去 这样的话呢 才能顺利地让他住到半地下 否则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在这儿呢 我觉得啊 这个案子呢 涉及到三代人 而且儿子也去世了 不管住在这里边大孙子也好 还是小孙子也好 小孙子母亲也好 要么是有血缘关系 要么是阴性关系 那这种情况下呢 应当合合目目地让老人安度晚年 作为晚辈 我们应当尽自己所能 满足老人的要求 尊老挨幼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希望我们大家 包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都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继续地传承下去 好的 我觉得两位律师说得特别地好 尤其这个不是说 跟陌生人之间的一个官司 而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 有血缘关系的人 老人家今年已经周岁 都86周岁了 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地 也是养大了四个孩子 而且现在还让孙子 居住在自己的这个房子里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现在其实这个张先生 老岳母的这个诉求也很简单 他只是想住在一楼 因为他的腿脚已经不方便了 所以说但凡涉及到这些亲情啊 家庭方面的这些官司 我们还真的是希望 可以通过我们律师的这个帮助 在调解下去解决 那是最好的了 不要伤害这世间最宝贵的亲情 通过他岳母的这件事啊 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感触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那么中国老人的养老 也成为了一个很现实 也就急迫在摆在了很多人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国家 都是以房为养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在这个结合本案来说 张先生的岳母 有一套产权房 还有一套承受房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现在还面临着无房可住 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 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 我个人更认为的是 在处理好 遗产继承纠纷的过程中间 更应当注证关爱老人 俗话说得好 百行孝为先 百善孝为本 我们应当照顾老人 关爱老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也会变老 将来我们也同样会预兆这样的问题 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爱 能够让身边的每一个老人 都能够安享满年